作者 神明无交关于唐代极盛时期的疆域图 我来叫普遍的采用下面这幅历史地图 我以为 该地图中的大唐将近 唯由东边还说得过去 而南 西 北 都是不准确的 可以说是被严重阉割的 先说说史籍中的唐代人口和区化 新唐书 地理之云 唐 太宗元年 使命并信 又因山川行别 分天下为时道 一月关内 一月河南 三月湖东 四月河北 五月山南 六月龙幼 七月淮南 八月江南 九月建南 十月岭南 至十三年定步 白州府三百五十八 县 一千五百五十一 然至唐之盛时 开元 前宝之际 东至安东 西至安西 南至日南 北至禅于佛 盖南北如汉之盛 东不及而西过之 开元二十八年护部长 白俊府三百二十六盘 县千五百七十三 上述 指的仅仅是朝廷直属的周县 几文化意义上的内地 行政意义上的直辖的周县 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 周县数量是不断变化的 大致为 周府三百多个 现一千五百多个 唐代文献中经常谈到的周县 往往指的是他们 其实 唐代周县 愿不止这些 正如唐玄宗时期的正书唐六遍所说 凡天下之周 复三百一十有五 而鸡弥之周该八百焉 还拥有数量庞大的鸡弥周县 新唐书 地理之云 唐兴 初卫侠于自宜 自泰宗品 突厥 西北处凡及满仪少少内熟 及其部落列至周县 其大者为多督佛 以其首领为多督 次世 接得世袭 虽顾复版级 多不上户布 人生教所记 接边这多督 都护所领 驻于令氏 大白府周八百五十有 套为鸡弥运 知识说 唐朝还下下八百多个鸡弥周 所谓鸡弥周 把这类似于严惮的少数民族自治周 一般由都护布管辖 鸡弥周的刺史 经朝廷批准后 由当地首领世袭 鸡弥周的人财务 有的护府管理 唐朝护布统计的人口 填缠的数据 是不包含鸡弥周的 某些学者仅仅以文献中护布的数据 论述唐代的人口 是极端错误的 这数量庞大的鸡弥周县 多分布于广袤的西域 北边 东北地区 也正因为其广袤 因此 唐人在叙述唐朝及盛时的疆域时 王王比较模糊 唐朝宰相杜佑在通典中说 东至安东都护府 西至安西都护府 南至日南眷 北至丹玉都护府 南北如前汉之盛 东则不及 西则过之 唐朝仍非常崇拜汉朝 总与汉人自居 故习惯与以汉朝为标准进行比对 杜佑将唐朝的疆界与汉朝比较后说 唐朝的疆域与汉朝相比 南方 北方的边境线差不多 东边的赶不上 在西边则超过了汉朝 杜佑的这段话 事后是史家谈论大唐边界的宝典 比如前隐新唐书帝李治 论及大唐疆域时 就照抄了这段话 杜佑的这段话中的四字 都只是一个大的句话名称 也许 当时的人们一听就大致明白 而后世的人们却是不宜 根据历史文献 我以为 唐代巅峰时的四字文件下图 东北 朝鲜半岛 北比北冰阳 资料多多 无许论述 正北 抵北冰阳 正西 黑海一旦 西南 抵印度阳 东南 苏文岛 辣岛 赵宝岛 唐代巅峰时期的江湾 草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